好了我们来首先讲解的课程内容就是对于网络设备的资产扫描了 那么网络设备我们之前做过约定就是规范到我们的局域网内部 网络设备都不会开启SS管理端口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法被之前我们讲过的资产类型扫描的方式所能扫描到了 那么怎么去扫描网络设备的信息获取资产信息 对于网络设备除了SS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进行管理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讲 对于网络管理人员而言 我们除了通过SH这种方式去管理网络设备 常用的也是有一种就是通过Tranet的方式 那么Tranet这个网络设备的端口开启的是23端口KCP协议 那么通过Tranet这种方式就可以管理网络设备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呢要获取网络设备的信息 那么获取网络设备的信息而不进行管理的方式呢 那就通过SNMP了 SNMP对于很多系统管理员或者运用工程师来说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协议了 它呢成全是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顾名思义就是针对网络管理而言的 具体SNMP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 它呢就是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该协议呢就是用来支持对于网络的管理系统 并且呢获取这些设备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获取哪一些信息呢 SNMP默认的协议内容里面 可以获取它协议里面所包含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也可以呢通过执行脚本 规范以SNMP协议的方式去获取任何的 比如说你系统的主机信息 你系统的日志信息 以及应用程序的运行信息 都可以通过SNMP呢获取 它呢就是一个协议 类似于我们的TCP ICP ICMP协议一样 不仅呢网络设备上面默认支持到 那么我们的操作系统上面 Innus 搜集上面也都可以支持 Windows 上呢也可以支持 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常用的通用型的协议了 在课程里面我有讲到过 我们如果大家要去模拟对于网络设备的信息获取 拿一个C++上机 基本上便宜的也就要几千块钱 那么对于这个价格而言呢 同学们可能不会太别值 学习这根课程呢只需要了解 重点就是SNMP怎么去获取设备的相关信息 所以我们在这些课里面呢 拿Ubuntu系统来安装SNMP 那么这样的话去模拟通过SNMP协议 获取系统的相关信息 这个呢就只是替换到了这个网络设备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精简的 又能够呢非常有效的来学习这门课程 所以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呢 我这里是以Ubuntu系统为例子来为大家讲解了 那么同学们装好这个Ubuntu是4.04的这个系统 那么我们来讲解SNMP 首先呢就是来讲解呢 在这个系统上面怎么来让EUX服务器 Ubuntu系统能够支持它的服务端是怎么设置的 以及呢来讲解客户端又是怎么来做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讲解的就是服务端了 那么服务端一般对于网络设备而言 是通过登录网络设备 然后呢开启SNMP的那个支持 一般的指令呢就是Cisco的这个开启方式 那么对于服务器而言呢 则我们需要安装SNMP服务 然后呢去配置相应的配置文件 并且呢启动SNMP服务 所以同学们我们接下来登录到系统上 给大家演练一下 在这里我登录到了我的一台内部局域网络的测试机 那么我装的是Ubuntu 14的系统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先安装SNMP 安装SNMP呢 同学们按照apt gate instop这个指令呢 后面接入这些服务包 然后安装好对应的这几个包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ETC的SNMP 这个目录下边呢会发现有两个配置文件 SNMPD这个呢就是服务端的配置文件了 所以我们用VIV器打开 会看到这里面有相关的一些配置 那么这个地方呢接下来就涉及到 我们要来配置SNMP这个服务了 那么同学们对于SNMP的服务呢 不要详细的去了解 只需要我们了解的主要是 客户端是如何来获取SNMP这个服务信息的 所以对于SNMP的这个配置信息呢 我们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agent agent address 也就是这个SNMP服务所监听的地址 那么默认的是127.0.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改成0.0.0.0 然后再冒号161 这样的话就会允许我们在局域网内部呢 通过SNMP呢的这个UDP的这个端口呢 161的这个端口呢 来获取这台服务器上的SNMP相关信息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的监听地址呢 改为0.0.0.0 这样的话就会允许所有的切口地址呢 都来获取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修改完以后呢 可以重启一下SNMPD这个服务 然后只要restart 这样的话就重启了SNMPD的这个服务了 那么重启完成以后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获取这台机器的信息呢 当然很简单 同学们只需要拿另外的一台机器来进行模拟的测试 或者呢你可以直接通过SNMPD 有一个客户端的命名叫做SNMPWalk 后面呢加一个V2 V呢就是表示它的家的版本 这里呢我们是以2的版本 然后呢C呢这个地方呢是一段 叫做标识 我们呢相当于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密码信息 我们必须得跟服务端呢填的一样 但是默认的SNMPD的话 它的这个标识的信息呢 就是用的public 所以我们只需要填入public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做过修改的话 然后呢我们接地址 127.0.0.1 这样的话我们先来回撤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输出很多相关的信息 输出了很多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就是在SNMP里面呢 我们能够获取到相关的内容呢 说明呢我们安装呢服务端呢是没问题的 那么同学们需要做这个课程的内容的时候呢 还需要注意几点 就是我们需要确保防火墙是关闭的 也就是系统上的防火墙是关闭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打开了 我们才要加一个IPX-F 这样的话把防火墙的规则清理掉 因为我们要在模拟客户的方式 通过SNP呢获取这个服务器上资产的信息了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防火墙关闭 以免呢对我们的这个学习呢 造成一些干扰 好了那么具体SNP里面 它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以及用Path的客户端 能调用什么样的模块来实现 那么我们在下集课继续为大家讲解